1958年9月,中国新华社记者吕厚民在朝鲜承兴北到沙里院大街拍摄了一张震惊当时世界的精彩照片,即欢送志愿军回国。 原本中朝双方与美联合国军代表在1953年7月就签署了停战协议,可志愿军的撤军时间却整整拖延了5年。 倒不是因为中央军委不希望志愿军回国,而是以当时的特殊局势判定,中方已扯军,联合国军恐怕会再次卷土重来。 基于此,朝鲜最高领袖再次致电毛主席,请志愿军暂缓回国,留下来与驻韩美军相制衡,待时局稳定之后再返回国内。 毛主席道,朝鲜百废待兴,志愿军既决定帮便要帮到底,于是才有了数十万志愿军长期驻扎在朝鲜境内的壮举。 留在朝鲜的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修铁路,打井,建房屋,修竹坝,种田,开荒,日子虽然清苦,却尚有去处。 而那些分批被召回国内的130多万志愿军,回国后的安置问题,也成了中国军委的棘手之势。 就在党中央为此事一筹莫展之时,志愿军副司令杨勇提出了建议,最终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华夏大帝一直处在经济混乱,工农业停滞不前,匪患猖獗等严峻的局面。 一面打扫国内反动残余,一面想方设法在一穷二白的现实国情之下恢复民生经济,是我党在建国初期最重要的工作目标。 可就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之际,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兼邻居朝鲜又爆发战争,一度危及到我国东北,迫不得已使得中国再一次卷入了战争的是非之中。 要知道,在1950年6月,朝鲜半岛南北刚刚开始对峙时,我党恰好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决定要开始初步完成第一个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 当时,党中央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已经暂时没有的大规模的军事威胁,完全可以将1951年的军费财政支出从一开始的40%降到30%,将剩下的70%全部用来搞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结果好巧不巧,朝鲜战争爆发,朝鲜领导人在新中国一周年盛典之际,请求中国出兵相助,直接将中国恢复民生的计划打乱了。 就在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之后,美国开始联合世界上的数十个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封锁,使得中国大陆船只无法出海,不得不中断对外贸易。 除此之外,美国还派军舰横在台湾海峡,武力威慑中国大陆。 曾有一些厌战派的学者,认为我党此举属于得不偿失,本来自己就穷得叮当响,还硬要勒紧裤腰带为别人拼命。 可如今看来,若当年不勒紧裤腰带,后来连腰都会被敌人彻底截断。 好在当时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尚且融洽,见中国和朝鲜已被帝国主义从海上全面封锁, 曾与中方达成了一系列贷款援助、装备支持和发展社会经济的50多种项目。 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寻求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立态度的国家合作,艰难地维持着薄弱的对外贸易渠道。 当时的毛主席在召开高层会议时曾说, 我看我们就不要做决定,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为止。 而毛主席之所以敢发表如此强硬的言论,是因为我党在支援朝鲜作战之时,已经完全摸索出了一套边打边见的方案。 尽管当时的所有方案在改变国内民生的状况都略显吃力,但总强过坐吃山空。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和美联合国军代表在板门殿签署了停战协议。 而于停战之初,美联合国军尚未从韩国退军,故应朝方要求,志愿军也暂缓撤兵,以与之相制衡。 1954年9月,党中央准备从朝鲜撤回第一批志愿军,直到1958年,耗15年任务才完全结束。 而在此之前,党中央正反复开会商讨,就当时国内的经济水平和军费开支该如何安置分批回国的130多万战士的问题。 为此,时任志愿军总司令的第20兵团司令的杨勇同志,给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撤军计划,毛主席最终批示道,同意。 这份计划是杨勇同志主笔,与志愿军重将一起商量和摸索出来的应对策略,大地详情如下。 首先是1954年9月到1955年10月的第一次撤离,共三批,分为公开与不公开两种方式。 对外公开的信息是,志愿军一共从朝鲜撤出6个军和19个师部。 而非公开的信息是,还秘密撤走了6个野战军,5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公安师,10个铁道部师以及部分特种兵部队。 而之所以秘密撤走这么多军队,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方面也无力支撑高昂的军费,而另一方面我国也不想被人诟病为宛若驻韩美军。 大约到了1956年春,留在朝鲜境内的志愿军大抵还有44万余人。 出于当时国际环境的考量,毛主席在复苏考察时亲自与朝鲜领导人谈判,希望将志愿军全部找回国内。 与此同时,面对数十万战士回国后的财政压力和工作分配,杨勇同志提议,最后一批从朝鲜撤军的志愿军战士,亦要遵循分批撤退的原则,而分配到何处他又给予了实打实的方案。 首先,中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必然要注意国际影响力,最好要扩大中国军队在地缘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也要注意美联合国军的进一步动向。 其次,将志愿军野战军第16军23军提前于1958年3月从朝鲜战场的一线撤回。 以当时的半岛稳定局势来看,这两支野战军常年驻守在三八线边境,并无用武之地,早些回国还能为国效力。 当然,一线部队贸然撤退,少不了要引起对方的注意。 倘若美联合国军有进一步的动态,则将二线部队调往一线应对。 若无动向,则将第三线的志愿军全部撤回, 由第二线部队赞首。 关于这批军队撤回后的安排,杨勇司令又根据其生活习性,作战喜好建议, 在长春成立一个军区,准备接管第16、23野战军, 以便与其在中朝边境继续发挥余热。 随后,将第19军作为第二批撤回的部队调往山东, 进驻济南军区,增强解放军在渤海地区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所有因此新建的军区都要与老军区联合, 建成一个流动指挥机制, 以便于应对半岛或沿海地区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 基于以上种种建议,彭老总在看完电文后忍不住赞叹, 果然还是老杨想的周全, 而后又将电文送进中南海,请毛主席批示。 1958年2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示了杨勇同志送往中央军区的电文, 同意。 10天后,中央军委又召开了第143次会议, 仔细商讨了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军的问题。 最终杨勇同志所提议的, 成立一个新的军区安置野战军第16、23军得到中央认可, 而将第19军调往济南军区, 在速域的提议下最终决定调往华北地区, 第三线的部队撤退时将向华中、华南地区转移。 这样一来可以均衡各个军区的兵力, 不至于出现兵力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 而使得华中、华南等地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 关于速域的最后提议, 杨勇同志和彭老总都表示赞同。 会议结束后, 报告再一次递交给毛主席沈岳, 最终党中央同意了由杨勇、速域同志联合制定的 先前沿在西海岸后中间的撤退策略。 1958年2月14日, 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 速域也在其中。 当时杨勇、王平等人作为志愿军代表, 与朝方领导人一起迎接了周总理等人的到来。 在座谈会上, 周总理告诉朝方领导, 党中央决定将最后一批驻扎在朝鲜的25万志愿军 全部撤回国内。 朝鲜领导人不同意, 因为他们害怕志愿军前脚一走, 诸汗美军就开始有动作, 到时候朝鲜又要面临被覆灭的危险。 为此,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当场与朝鲜政府签订了友好协议, 并向朝方保证, 将来不管朝鲜面临怎样的入侵, 中方都会派兵相助。 会谈圆满结束后, 周总理就撤军一事, 找到杨勇将领问道, 关于中央对撤军的提议, 你可有什么意见要表达? 杨勇道, 一切听从中央的指挥, 不过我有个提议, 能否让最后一批战士们过几个月再撤回? 等到10月25日, 正好赶上抗美援朝八周年纪念日, 这样也能让双方的居民好好道个别。 周总理听罢接连点头, 而后又致电党中央请毛主席定夺。 毛主席同意后, 周总理准备择日与朝鲜政府商定。 杨勇同志, 新年将至, 我将与代表团参观一下你们的驻扎地, 与志愿军战士们一起过个新年。 周总理如是说, 杨勇激动地向周总理行个军礼道, 欢迎总理参观。 1958年2月18日, 中国的传统佳节将至, 晚上杨勇将军在志愿军总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 那晚周总理、 陈毅、 苏毅等人一场兴奋, 他们都为志愿军在他国战场上的表现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同时也为杨勇同志在志愿军总部出色的工作能力而感到骄傲。 杨勇同志, 你在朝鲜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毛主席时常赞赏你, 我必须要代表政府向你致敬。 周总理说吧,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杨勇受宠落惊, 立即端起酒杯跟随, 紧接着第一杯, 第二杯, 第三杯。 据悉, 当晚周总理因为过于兴奋, 连饮27杯不醉, 而杨勇将领因为喝不过周总理已经醉到桌子底下。 酒过三巡后, 杨勇将军酒醒, 又被周总理叫去一起看文工团的表演, 直至大年初一的清晨才肯散去。 2月19日, 周总理就早前杨勇同志 关于志愿军撤军仪式的提议, 与朝鲜领导人达成共识。 二时, 杨勇代表志愿军全体官兵表示赞同中朝双方达成的协议, 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表了一份声明。 我代表志愿军向朝鲜人民保证, 即使志愿军即将离开, 心也会与朝鲜人民永远在一起。 他日若美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胆敢破坏停战协议, 只要朝鲜人民政府需要, 中国军民将再一次跨过鸭鲁江, 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奋战。 此番言论一经发表, 杨勇将军的大明迅速火爆美国朋友圈, 届时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 中国军人的形象也愈发高大。 1958年10月25日, 志愿军入朝作战八周年这一天, 最后一批志愿军接受朝鲜人民的鲜花与掌声登上回国的列车。 当时一共有五个军区分三批撤回, 杨勇和王平同志作为志愿军高级将领, 是最后一批离开朝鲜的。 离开的前一天, 朝鲜领导人在平壤举行集会, 杨勇、王平等人践行, 期间不仅奏响了中国国歌, 还将由700万朝鲜民众签名的画册送给杨勇同志做纪念。 分别的时刻终将到来, 杨勇满含泪水, 在朝鲜领导人与20万朝鲜人民的瞩目之下离开车站广场, 登上最后一班志愿军专列。 当抠人心弦的汽笛声划过朝鲜的上空时, 志愿军彻底告别了这片奋斗了八年的土地, 而杨勇也将回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0月26日, 列车驶入中国辽宁安东, 继续向北京进发。 在那片庄严的土地上, 有20万人民群众手持鲜花横幅, 焦急地等待着杨勇和英雄们的归来。 此日, 毛主席在怀仁堂接待杨勇将领, 并与之握手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们为我赢得了荣誉, 值得称赞, 值得学习。 此时, 杨勇嘴角抽动, 热泪盈眶, 忍不住向毛主席行了个军礼道, 荣誉将永远属于祖国和人民。 请不吝点赞,